韩国有前总统不得善终的说法 而在南美洲秘鲁同样是有这个政治魔咒 经历五年的引渡程序之后 秘鲁前总统托雷多在美国自首 星期天回到秘鲁面对贪污洗钱控罪 他必须还押候审18个月 成为第三名入狱的秘鲁前总统 脱雷多2001年开始 担任六年总统 被调查期间就前往美国 所以被秘鲁当局认定是逃犯 他回国之后马上办理司法手续 在监狱和法庭外 都有一批示威者声援他 他被控收取巴西建筑商 3500万美元 折合大约是1亿5500万令吉 作为得到高速公路建案的报酬 而检方也控告这名经济学家 洗钱以及合谋犯罪 求处20年徒刑 可是他否认所有的控状 辩护律师将会以健康理由 争取让脱雷多居家软禁 现阶段他会被送到 首都利马郊外的警察监狱 这里也关押了因为人权罪行 入狱的前总统腾森 和最近被推翻的卡斯蒂略 另外一名前总统库琴司机 也因为同意中巴西发展商案件 而被软禁 还有一名前总统加西亚 去捕开枪自轰死亡 炼热穹的旨行 炼热穹的特别 王夥 热穹的旨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